将切好的排骨放在水中煮开 水中呢要放葱姜片和料酒 料酒大概是放料酒瓶盖的三分之一吧 主要目的是去腥味 好现在等待水开 排骨的过程当中可以先将煮材 豆角这是在Iseland买的速冻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鲜菜是不能存放太久的 所以买速冻的放在冷冻里面 这样能够保鲜 而且呢还能保证我没有充足的蔬菜 大家可以多买一些存起来 冻冻角炖排骨或者是腊炒都可以 好将豆角在洗几次之后 然后呢放在容器当中 再泡一会儿 这样能保证它有充足的水费 泡起来那比较鲜 好可以放在一边 等待排骨准备好的时候一会儿没用 等水开了之后 去掉水面上的浮沫 一定要烙干净 以后呢将排骨捞出 里面的葱呢要扔掉 因为在捞出之后要准备要爆炒 爆炒无常当中 这个蔬菜容易被炒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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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勺烧干之后放些许豆油 注意要清淡一些 油不要放的太多 好等待油开 为了避免一会儿炒排骨的时候呢 会粘锅 大家可以晃一晃炒勺 让油均粘在炒勺上 大家一定注意 在烧开油的过程当中 不要烫伤 注意安全 有一点起烟 这是油开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小心的把排骨放在炒锅当中 在排骨刚下锅的时候 大家要开开开风 因为这油盐比较大 这是东北炒菜的特点 也是我们中国人就瑟瑟炒菜吧 就是油盐特别多 可以开开门 也可以开开油盐机 好 这道油均匀的粘在排骨上之后呢 大家可以放一些调料 半勺 白糖 半勺 白糖 有的老师不爱太 不太喜欢使用生抽或老抽 但是少放上些许老抽吧 调调颜色 这样排骨的颜色 看起来更有实意 好 放上花椒粒和大料 好 再放少许的料酒 大概也是料酒瓶盖的大概三分之一吧 目的还是去胶肉的腥味 放完糖 生抽和料酒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准备好的食材 豆角放在锅中和排骨一起炒 好 炒的过程当中 放适量的盐 为了保持健康呢 还是少放也好 但是为了保证味道 还是大概放两勺吧 好 可以再放一片姜 放完姜之后可以放一些胡椒粉 就是中超卖的十三香 少许 大概是五分之一勺吧 还有鸡精 少许 继续炒 对 我们家的灶台呢 是垫的 然后呢 如果是打火的最好 打火的火要大一些 这样炒的速度比较快 如果是垫的 大概要炒五到七分钟吧 炒过五分钟之后 大家可以添汤 大概是半碗的水吧 也就是大概是250毫升 如果这是国内的东北的豆角的话 大家盖上锅盖之后 直接炖就可以了 但是这儿的豆角呢 不太适合炖 大概是炒三五分钟 它就已经熟了 就为了保证这个菜的鲜和香 也为了保证个肉嫩熟透 大家要先把排骨 单独拿到炖锅里去炖 好 准备好另外一个锅 把排骨调出来 这是为了保证肉的熟的程度 要把豆角和肉分开炖 先炖排骨 好 下上汤 豆角呢 要放在另外一个容器当中 然后最好要找一个盖子 把它盖上 这样能够保证它的味道和鲜美程度 待到排骨炖到八分或者九分熟的时候 再把豆角放在排骨中一起炖 排骨大概要炖二十分钟左右 如果家里有高压锅呢 就可以炖十几分钟 如果想提高炖排骨的速度呢 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家里就有这个铁的东北 叫水瓢 然后呢压在锅盖上 这样呢可以让炖的速度更快一些 大概是十五分钟吧 排骨就可以炖的差不多了 炖过二十五分钟左右之后 放进豆角 然后呢充分搅拌 搅拌之后呢 盖好锅盖 继续炖八分到十分钟 然后注意在炖的过程当中呢 隔三分钟左右 要搅拌一次 这样让味道能充分融入到豆角和排骨当中 搅拌 让豆角和排骨入味儿 洗汤 好 汤几乎快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 把排骨和豆角 炒到盘子里 可以吃晚饭 在炖豆角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炒了一个拉炒白菜 买了一个米饭 这就是我们的晚饭 这个排骨炖豆角 绝对是东北餐桌上的一道主菜 晚饭愉快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